通知我明天临时出差 可是我这核酸呀就要过期了 我现在得赶紧去找一个核酸点去 诶 这儿怎么有一个核酸采样车呀 诶 我去看看这能不能做核酸 这里边怎么没人啊 其实呢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 大池刚刚推出的核酸采样车 看这外观像不像咱们平时看见的这个方舱实验室啊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先上外观上看一看吧 这辆车呢 从外观上看 其实和大池以往的拖化房车造型是一样的 比较的可爱和迷你 而且呢 它整辆车呢 是采用了汽车板金件的材质 所以呢 更加的平整和光滑 在美观度上呢 也有一定的提升 最特别的是啊 它和这种固定的方舱核酸点呢 唯一的不同是 它是可以移动的 而且呢 它由于体型比较小 移动起来呢 也特别的方便 哪需要它 它就可以移动到哪去 不得不表扬一下这个啊 高度 其实我身高是1米65 穿着鞋大概是在1米68到1米7之间 那么这个位置呢 其实很合适的 我找一张嘴 里面的工作人员呢 就可以给我轻松的采样了 相比之前咱们在这个新闻里看到的啊 好 下马步的这种的啊 这个实在是提出表扬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 其实工作人员呢 每天都穿着这种密不透风的防护服给我们做核酸 所以这辆车呢 它上方还带着这种家用的变频公调 可以为这个车内啊 达到一个比较凉爽的这种环境 另外呢 看我现在做的这个R型的大尺寸的沙发 比如在中午的时候 或者是条班的时候呢 工作人员可以进行一定的休息和调整 看起来还是比较不错的 前方的这个窗户呢 还是啊 这种以往的这种比较通透的设计 使整个车内的采光度也是比较不错的 另外这边呢 是带有一扇可开启的大尺寸的这种窗户 可以给这整个车内呢 进行一个通风换气 下一位 其实这个就是工作人员平时所做的一个工作台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里边呢 是有一层这种亚克力的玻璃板 然后以防呢 咱们和外面的采样人员呢 进行啊 这种暴露的接触 同时呢 这还有这种胶皮手道 可以保护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安全 另外呢 最特别的是啊 这里带有一个这种对讲机 工作人员啊 就不用大声的说 下一位 下一位了 直接这种啊 小声的沟通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说啊 外边的人不用下马步 其实里边的工作人员啊 这个座椅也是挺舒适的 它还带有一定的这种啊 叶压杆的设计 所以呢 坐下来的时候呢 正好 你看 这个高度都非常的不错 那两个工作台之间呢 还有这种大量的啊 储物格 可以放着一些啊 没有检测的这种核酸的样板 那看到这个上方呢 是一个啊 紫外线的消毒灯 可以保证这个车内啊 是一个非常安全卫生的环境 另外这里呢 还有一台消毒机 也是可以为这个车内 打到一个比较清新的空气 这个门子打开之后呢 其实里边并不是一个卫生间 而是一个给一个工作人员啊 换衣服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 可以在内部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换衣 进门处这里呢 是一长排的储物柜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里面都是这种可以放着啊 工作用品的这种储物格子 整体的空间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作为一辆啊 可以移动的核酸检测车来说呢 如果说这辆车呢 下发到城市当中 不仅呢 可以增加这个核酸的点位 平时我们工作上班的时候呢 核酸会更加的方便 对于工作人员来说呢 他们也会更加的轻松一点 那现在这款车的报价呢 是6.8万元 不知道您觉得这样一款核酸检测车如何呢 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交流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